好了这是 Const Const 修饰 修饰对象 我又错过了啥事情 对吧 序言啊 你太极端了 序言啊 你太极端 还挥刀自杀 你这个太 太大个了 人生还是要希望 人生还是要希望 对不对 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你常去的什么地方 常去的地方 就是直播间 就是给大家上课 对吧 碰到同学院怎么办 那就看运气了 用生命举例 对吧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个字典 不管是讲什么案例 就是大家希望明白 长函数 其实最 把它这个字典 简化 把这字典简化了 说完你就记住 长函数 不能修改成员 你连这个muteboard都都可以不用去记 都可以不用去记 除非 考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都不用去记 因为这个太太太难了 你就记住 长函数不能修改 除非muteboard以外 然后它长对象 长对象它要干嘛 它只能调用长函数 去便利里面的数据 只能调用抗色秀函数 便利成员数据 便利成员数据 成员数据 注意 OK 那么这是这个字典 这个字典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这是这个 大家一定 我就没有按照 按照这个方法去写了 我就没有按照这个方法去写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叫什么呢 有缘 有缘 那么这个呢 特别好玩 这个有缘呢 特别好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缘 那么有缘 什么叫有缘 我在这做一个字典几来 我看一下 字典2吧 应该字典2 咱们再讲一个字典 字典2 有缘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典 很重要的一个字典 有缘 有缘 有是朋友 朋友 朋友 朋友的有 朋友的有 这个呢 两个给你举例 举的例子又更好玩 这个例子又更好玩 也是深厚中的例子 我们看 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数据的隐蔽性 我们为了要达到数据的隐蔽呢 它怎么做的 就是将一个类的 里面呢 用权限区分 室有的只能 就private 室有的数据 和公有的数据 外界呢 只能借助公有的方法 去操作室有数据 这就是内的封装性 那么把数据 引称起来安全 那你要操作我的数据 只能借助我公有的方法 即内的室有数据 无法在内外访问 但是有的时候 我就要在内的访问 你室有数据咋低 你看到没有 这家老是出现这种情况 我好不容易 想出来一个封装性 我好不容易想出来 用权限把数据分开 把数据设成室有 保护起来 把这些做完了过后呢 客户又提需求了 你把这个数据设成室有 你让我在外边怎么用 然后作为程序 就愣住了 好像说的有道理 我做成室有了 你咋用啊 这就是什么 项目经理 这就是产品经理 为什么产品经理 经常和我们的程序 打起来就是这样 请你设计一款手机壳 能根据手机的壁纸 自动的更改 变换颜色 就是类似这种 就程序好不容易 花了太多的精力 做到想出来一个 内的封装信 把数据保护好 结果呢 你提了一个需求出来 我有的时候啊 就要想在外部 去访问室有数据 咋办 你又不敢打他啊 你又不敢打他 怎么办呢 解决呀 解决的办法 没办法 使用有约 就相当于 这个密闭的房间 为了安全 为了隔离 我好不容易 把这房间 全部封闭起了 封闭起了 那么这是我们的数据 留那个私有数据在这儿 然后这个公共的方法 从这儿了啊 从这儿了 开了一个门啊 开了一个门 大门啊 就说大家呢 只能通过这个地方 来访问的私有数据啊 为了大家安全 但是啊 有的时候要玩特殊 比如说啊 特殊的人来 我就要 我就要看 我要看这个数据 但是啊 我不想通过这个大门 你必须给我开个侧门 按道理说 安全考虑 是不允许假说 这是个老虎 老虎啊 大老虎啊 那么这时候呢 这才从大门去观看啊 这是铁门啊 拦着的 但是啊 我怕啊 我怕 我不想从大门 我只要从其他门看 可不可以 给我一个条件 给我一个特权 那就行 有缘啊 有缘函数啊 是种特权函数 它破坏了 内的封装性 有点嘴 它破坏了内的封装性 那两个 那破坏了 为什么要存在呢 哎 破坏的时候呢 可能有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明明呢 按道理说 正常人 没有权利的人呢 你可以干嘛呢 通过这去查看 但是啊 你给了我 你如果 我就要从后门查看 你给 如果你给我 这后门查看 我给你两百万 你打不打开后门 不够 两千万 两个亿 打不打开 说这就破坏了规则 但是带好处是什么 能解决我们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 解决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OK 那么世界加拿允许 这个特权函数 来访问市有数据啊 他允许这个特权函数 也说允许什么呢 允许有缘 访问我们的市有数据啊 这句话要记住啊 C++ 允许啊 允许私有数 什么呢 允许有缘啊 有缘访问私有数据 啊 私有数据 也就是私有数据 公有数据不感兴趣 公有数据不感兴趣 为什么 我会说公有数据 还需要你去特权吗 公有数据还需要特权吗 公有数据在内外 直接可以访问的呀 公有数据是不是 内外可以直接访问的 公有数据是不是 可以访问的 所以不需要特权 所以我要的特权 就是要访问你的私有数据 而且我在内外 访问你的数据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的客厅 你家有客厅有卧室 那么你的客厅是Public 你的客人来到客厅 可以进去 但是你的卧室是私有的 这时候只能 你的卧室只能随进 要么你进 对吧 这次 这卧室是不是只能你进 你爸妈都进不了 这次卧室 但是有一天发现 你可以允许你的机有 或者好闺蜜进去 对吧 有的时候呢 比如说闺蜜好机有 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是吧 你可以允许她进你的卧室 对不对 那么要想达到这种程度 必须是闺蜜好机有 那闺蜜好好机有 之间必须要发生点啥 是不是才是闺蜜好机有 对不对 它要好到一种程度上了 才有这种特权 这就是给闺蜜好机有的 一个特权 才能进去卧室 所以说注意 那么不扯着 咱们看一下 有缘的语法 有缘的语法 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想让谁访问你的室友数据 你就让谁加一个friend修士 friend修士 就是说你是我的朋友 你就可以访问我的数据 这叫有缘 就friend朋友 就是说它的关键字是什么 friend的关键字 只要出现在声明处 其他类 其他成员函数 全局函数 都可以声明成有缘 就是我们可以 把普通全局函数 声明成有缘 访问我的室友数据 我可以把一个类的 某一个成员函数 设成有缘 访问我的数据 我可以把整个类 当成我的有缘 访问我的数据 看到没有 所以friend的关键字 只要出现在声明处 其他类 其他成员 全局函数 都可以声明成有缘 有缘函数 不是类的成员 注意 有缘函数 不是类的成员 就说 就说什么 你的卧室 你的卧室 我的卧室 一般你的家人可以进去 你的家人是可以进去的 但是一般的朋友 是进不去的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带我的 机友好闺蜜进去 那么这时候 我是把我的机友好闺蜜 当成我的朋友 我当成我朋友 她可以进去 但是我把闺蜜 好机友 当成朋友 但是呢 她毕竟 不是你家庭的一个成员 她不是你家庭的成员 所以说friend的修饰的函数 她并不是类的成员 只是加了一个friend的修饰 可以去访问我的数据 但是注意 她不是我们的成员 不是我们的成员函数 也要注意 你的朋友是你的朋友 但准确严格意义来说 是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 她仅仅是朋友 只是你给她开了个特权而已 说说有缘里面是没有认识人 没有认识人 有缘函数呢 可以访问对象的任意成员数据 她连室友都可以访问 还有什么秘密 还有秘密呢 注意啊 说这就是有缘的语法 有缘语法 有缘的 有缘的语法 有缘的语法 那么有缘语法呢 是什么 就是加friend修饰 加friend修饰 注意啊 注意啊 friend修饰 friend的关键字 friend的关键字 修饰啊 friend的关键字啊 那么他可以是什么呢 类啊 可以是其他类作为有缘 也可以是类成员函数作为有缘啊 那么全局函数啊 也可以作为有缘啊 都可以作为有缘啊 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嗯 他最后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注意 他不是类的成员啊 他的本质上 他不是类的成员啊 最后说既然不是类的成员 他就不能带 他就没有这些指针啊 他就没有这些指针啊 一定要注意 有缘还说可以访问任意 成员属性 说白了 就是私有 核心还是要访问私有的啊 你说你的好基友 你的闺蜜 连私有都不访问 你说怎么当成你的好闺蜜私有 对吧啊 那好基友和闺蜜在一起了 对吧 这要富贵显通求啊 OK啊 那么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么这个啊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 对哈 应该我刚刚没说啥吧 啊 防管应该不会了 我刚刚说啥了 没说啥啊 就是我们参观动物园 对吧 啊 参观动物园啊 翻墙去看动物园啊 看动 看老虎啊 看老虎的屁股啊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什么呢 我们去去看一下 去写一个啊 写一个啊 写个我们来写个吧啊 呃 就比如说我们写个什么呢 普通成员函数啊 我们写个吧 我们就写啊 这这个看代码太累了啊 我们看有缘啊 我新建一个啊 新建一个对象啊 新建一个工程啊 新建工程 012啊 012啊 就是 Find啊 Friend啊 Friend啊 啊 Friend 那么这次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设设计个有缘啊 有缘啊 啊 注意哈 我们 刚才过了啊 就是刚才我还想上一步 给大家说一个事了 算了我过了 这下个工程再说吧啊 OK 那么接下来设置一个什么呢 啊 设置一个 设置个什么呢 就设置个房间类啊 设置个房间类 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个房间类 就是我呢 我要请我的好闺蜜 好机油去玩啊 就是我们设置一个什么呢 房间类啊 啊 房间啊 房间的类啊 房间类 那么clash啊 clash什么呢 room啊 那么接下来呢 那么呃 呃 房间类的话啊 房间类的话 我要干嘛呢 我就private啊 private啊 private 我的卧室是私有的啊 卧室卧室卧室 呃卧室卧室用什么呢 我们用一个 让大家接触一个新的 新的新的一个类啊 新的一个类叫什么呢 使尊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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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c元的一个类啊 它是一个 它包含了所有自尊类的操作啊 就说这个啊 用的非常方便啊 比如说啊 使尊啊 他说白了 你就认为它是个自尊类 是个使尊类啊 比如说卧室叫什么呢 睡觉的地方 叫bed room啊 啊 OK啊 好吧 这是卧室啊 这是卧室啊 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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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公共的地方呢 什么呢 公共的地方有啥呢 有有有有 这个public啊 客厅啊 客厅叫叫叫啥呢啊 客厅就叫客厅呗 客厅啊 不不 叫叫setting room啊 setting room 啊 叫客厅啊 客厅啊 客厅啊 那么这是公共的啊 好了啊 OK啊 那么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干嘛呢 就写个构置函数呗啊 public啊 就是public和private可以写多个啊 我们写个构造函数嘛 这个类的构造函数 那构造函数呢 就是构造函数的room啊 那接下来是午餐构造就行了 午餐构造啊 就是我让这个z中的 呃 这个bed room呢 就等于一个租策啊 你看到 十村内它就是个租策啊 就租策啊 我们后面会讲啊 你就认为把它看成租策 比如这是什么呢 卧室啊 卧室啊 这是卧室啊 那么这z中的啊 你没有看到宿主形式啊 它没有宿主啊 就看到setting rule啊 这是客厅啊 客厅 我给它出到客厅啊 客厅啊 客厅 好了 这就出发好了啊 构构还说了 我就不写了 构构还说我就不写了啊 就是简单写一下啊 别人太多啊 那接下来我们写个什么呢 写个wide wide test啊 test什么的 test01啊 test0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test01 好了 这是我们的什么的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啊 接下来我干嘛呢啊 干嘛呢 干嘛呢 我们去 定一个全球函数啊 我们定一个全球函数 干嘛呢 好机友去访问啊 好机友啊 好机友 干嘛呢 访问 卧室啊 访问卧室啊 访问我的房间啊 访问我的房间啊 房间有客厅和卧室啊 比如好机友呢 就叫wide 好机友咋说呢 叫good啊 good啊 good好 这个机 哦不对 ga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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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的是visit啊 visit啊 就这样吧啊 goodgay啊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管他的就随便写啊 参观我的什么 参观我的房间 我是不是要定一个什么 引用啊 引用结尾空间啊 房间啊 room啊 就说我传哪个房间 他要传哪个房间 他就访问我哪个房间啊 说这时候我就写个什么呢啊 sale out啊 sale out sale out什么了 sale out什么了 好机友 访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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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什么了 你的什么了 你的什么 啊 room 只有你知道啊 访问了你的什么 啊 room 啊 room中的 呃 setting room啊 比如说这个啊 ok啊 那么sale out一样的啊 好机友 访问了你的什么 啊 访问了你的什么 啊 访问了你的 by the room啊 ok啊 这是这个啊 接下来我就定一个房间啊 因为这是只是个函数啊 定一个什么呢 my room啊 我的房间啊 啊 定好了过后啊 他会调用构造函数啊 去把卧室客厅弄好 那接下来看看啊 我要调用这个函数啊 这是个普通全球函数啊 普通全球函数 那么调用这个函数呢 把什么呢 把什么随时传过去啊 把我的房间传过去啊 my room啊 传过去过后 大家来看看啊 大家看看 编译走起来 走起来马上下课了啊 走起来看一看 报错 他说 好机有 访问不了你的卧室 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成员函数 他访问不了我的卧室 他现在还没有达到好机有级别 为啥呢 因为 这个是私有数据 你访问不了我的卧室啊 就是普通客人 你访问不了卧室 但是你可以访问我的客厅吗 访问我的客厅吗 他说 好机有访问你的客厅啊 好机有访问客厅 这是看不出来啊 还没达到机有的程度啊 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啊 是不是 好机有访问的客厅 但是你的卧室 访问不了 那么卧室 如何去访问 请听下回分解 咱们10点50再见 伙伴们啊 好机有了 就是